所以在夏威晚了一整個禮拜 我們含機票一個人只花了三萬六 除了需要超美的商談之外 我們還體驗了獨有的美國西平文化 我們還去爬山 去玩sup 去皮膚淺 去酒吧 而且每一餐都是吃好吃又好拍的各國料理 絕對是史上最超值的 Hi 大家好 我是Sally 我是Janie 我們這次終於要離開亞洲 我們都要去夏威夷 Yay 這一次行程根本就是要逼死我們 這次Spice給我們任務是 我們要花三萬六在夏威夷玩一個星期 原本以為去夏威夷應該要花個五六萬吧 結果我們做完功課也會發現 其實現在是有質感而且又省錢的玩法 Let's go 我們現在在Air Asia Train In中 我原本以為去夏威夷沒有個兩三萬塊機票 是絕對買不了的 不過其實大約Air Asia一萬二左右嘛 就可以買到含行李的來回機票了 雖然說你要在大阪轉機中心 大概多花五六個小時左右 不過這樣直接省超過一萬塊 我覺得超級好算 超好算 真的是救了我們 真的 那今天現在這七天我們都會自家 其實在夏威夷租車最便宜一天 可以找到大概一千五台幣左右的車 跟台灣其實不會差太多 那這七天下我們一個人租車前 價有錢大約四五千台幣 那我們這次選擇租出是比較北邊的 那它是比較鄉村的區域 距離最熱鬧的YPY開車到一個小時吧 不過這邊就比較多 民宿的選項 而且租出費比YPY便宜超級多的 我們這次住的是Sharco's Rentals 那我們住六個晚上 然後是三半五十美金 然後換算下來一個人一個晚上 只要一千八台幣 算是非常的便宜 真的 然後看起來比照片上好超多的 客廳 然後這邊有些房間可以往上走 然後外面就是陽台跟海景 然後還有一個超級大的廚房欸 房間也還不錯啦 它有一張大雙人 這邊其實有總共三棟 然後我們其實已經是選比較貴的房型了 它有那種美國鄉村那種人家家裡的很舒服的感覺 你看那邊還有一個那種烤肉醬 如果你是跟一群朋友來的話 可以在那邊辦個烤肉Party之類的 我覺得好棒喔 就是可以這樣子 好爛喔 我們就先睡囉 先這樣子囉 先這樣子囉 掰 然後我們在這個Kupukia這區度過就好了 先要來尋找一間聽說非常非常像女的自然車 然後它是賣那種歐美非常流行的那種Smoothie Bowl 離我們住宿大概開車五分鐘而已 人在路邊欸 我什麼時候可以吃 很餓 好辣 你好麻煩喔 因為我們覺得是Tropical的口味 然後它裡面就是很多熱帶水果 像是鳳梨啊 然後它還加了椰子 就是它撒上椰子粉 它優格味超級重的 超適合當早餐 喜歡 我要吃一顆 好 果奇現在我們來到正對面的Sansay Beach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在Sansay Beach 來到傍晚然後看夕陽 大概一整天的飛機 絕對就是要耍廢到傍晚 而且喔 好大一片喔 第一個晚餐我們就要非常美是來吃漢堡 我們今天要吃的就是Teddy's Burger 它算是夏威夷很有名的連鎖漢堡店 那剛剛我們住宿附近的Haiwa Town 結果我一件事我們就馬上來吃看看 它裡面也太像酒吧了吧 裡面還有個人的女士 非常不像連素食店的素食店 這也是韓瓦伊口味對不對 它裡面有鳳梨 它肉炒得好香喔 而且很juicy欸 肉還沒咬下去就已經先有那個香味在嘴巴了 我才靠近到這邊就已經有味道了 它的鳳梨也是烤過的 目前吃到兩樣東西就很厲害 讓我很期待接下來吃後的東西 我們就我們吃了歐湖島北岸有名的 下飯餐車Famous Kakuku Shrimp Truck 它的蒜味十足 蝦子新鮮 另外一種椰子口味是用椰子裹成粉 用整支下去炸的 吃完之後我們到歐湖島最有名的 健行步道鑽石頭山 剛爬五分鐘 就已經快熱死了 快乾死了 這個鑽石頭山它其實算是 就是這種緩坡 所以其實到目前為止還蠻好走的 算其實跟我們一般看到的山的景色其實蠻不一樣的 它是有點光凸凸的感覺 所以它是一座死火山的關係 覺得大家看到觀景台就有一種觀景台景一定是最美的感覺 其實當那個觀景台往左轉再走一下下 這裡更美了 現在沒有人在這邊搶拍照 那邊都在排隊 超難拍 因為這裡以前是軍事基地的關係 還有一些軍事堡壘可以走 那爬上一長寸階梯之後 就從山景變成超美海景 好我覺得這裡這麼 popular不是沒有原因 它步道又修得很好 又比較完整比較安全 然後景又真的很漂亮 而且是幾乎每一步的景都很漂亮 欸其實超輕鬆的欸 可以看一圈欸 那裡就是 它有不一樣的景欸 J面城市是我的 然後那一面火山是你 真的欸 如果想要這麼曬 真的可以帶最快日落的小孩來 就是日出 接近日出或接近日落的時候 這來會比較好 對我們就是選了一個 全世界最熱的時間來這裡 爬完山後實在是太熱了 我們都沒有食慾 就在附近的Diamond Head Market 外帶的沙拉和點心 回到北岸才吃晚餐 我們今天早上就沒有安全什麼事情 就自然是在座 我們今天要去離我們開車十分鐘的 哈利瓦湯待個一天 這邊是一個非常非常鄉村氛圍的地方 就跟我原本想像的夏威夷超級不一樣 就是有很多賣衣服的小店啊 然後早午餐店 然後旁邊的房子就是那種淺藍色啊 淺黃色綠色這種 然後都是只有一層樓的愛房 我完全覺得來到我的區域 就是超喜歡的 其實很多人來夏威夷就是來享受這種 很悠閒的Lifestyle 他不一定要跑很多景點 所以我們今天也是要在這邊 很悠閒的度過一天 還有一間很可愛的店 叫做 The Beatbox Cafe 這邊真的是整區的店 全部都很美 好可愛的店喔 好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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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早午餐後 我們繼續逛街 這裡除了很多小店之外 也有很多畫廊可以逛 就算不買東西也非常有趣 好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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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過半個小時 就知道我到底有沒有買的 對 我的 買了一樣的耳環 完了 我們真的要變成閨蜜了 可是真的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我直接瘋掉 我直接開始狂蛋 來吃冰了 對 我們來吃這邊非常有名的 彩虹冰 然後這間叫做 All Kissing Ice 這間真的是每一間店都超可愛的 彩虹冰是就是北岸這邊 也非常有名的食物 選個最小的就好 其實蠻便宜的 才三塊而已 我們點一份share就好吧 好 是吃這種顏色 真的是吃這種顏色 然後 它上面寫說 它是 草莓、檸檬跟 鳳梨 當然這個小鎮旁邊也有海灘 但是因為這裡比較熱鬧的關係 人當然也比較多 逛完街後 我們就到離鎮上最近的海灘 休息到傍晚 我們現在在海灘又要到那邊吃晚餐 不過這邊的餐車其實很多晚上都有已經關了 所以選項沒有很多 不過我找到一間還蠻可愛的綠色的餐車 它是賣印度菜的 因為它名字超可愛的 它名字叫Spicy Indian Chick 也是問了一下就是兩個人一份夠不夠 他說完全夠 所以我點了一個Taco 然後裡面是 Chicken Masala 然後來試試 你看料超多的耶 很紮實 好紮實喔 而且它那個芒果醬很特別耶 很對味 你可以吃到芒果香味 可是又辣的 OK 那今天行程其實提到很多的餐廳 而且這一區其實有更多這種好吃又好拍 氣氛又超級好的餐廳 那如果你懶得做筆記的話 其實這些餐廳全部都收在我們的Slice App裡面 而且包括這七天完整三月六的行程 是怎麼走的也直接收在App裡面 我們也有推薦很多東南亞的旅遊地 我們教你怎麼用一萬元以下就可以玩這些地方 那我們也有一系列的影片教你怎麼更道地的旅行 還有一系列的課程教你怎麼規劃行程 所以以後大家不用再擔心 不知道要去哪裡玩了 還沒有下App 真的是你 真的是錯過太多了啦 我們現在在KCC農庫市集 那它是只有每個禮拜六早上的 7點半到10點半才有的市集 那這邊除了很多夏威夷特有的農產品之外 這邊也有很多熟食 超多吃的耶 兩邊 然後有一些花店啊 然後有一些賣香氛產品 有賣蜂蜜 對 賣蜂蜜啊 因為它這邊蠻好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吃小吃啊 或者是想吃正餐 都有小吃甜點正餐果子 逛完之後我們簡單買了披薩和飲料當午餐 這裡的東西不會太貴 但是人有點多 想要避開人潮 建議大家可以早一點來 現在在Royal Hawaiian Center 它這邊還蠻不錯 它就是每天我們提供不同的活動 可以給遊客參加 嗯 就可以體驗這邊夏威夷的文化 不過今天的活動感覺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要來熟住它那個 夏威夷很常看它那種花全掉之類 會有一個一個小時的課 對 要來看我跟澤林誰做的比較好看 不然這樣好了 我做給你帶你做給我帶 好辣啊 這樣子很甜蜜欸 好辣啊 這樣子很甜蜜欸 好辣啊 好辣啊 給對方代表愛的意思 不能幫助 對 因為你不能歡迎你們一起 好像在搞你 是不是太小了 我要剛剛那樣一整天 不是 我剛剛以為 蠻可愛的吧 不是 你這個過鏡超不大的 你自己拿吧 他有幫你想過 就是這一面 這一面是最下面的 然後重複的就是帶在上面 這樣就可以看到這一段 我完全沒有在想任何東西 我就死 哈哈哈哈 我知道 好啦 幫我帶一下 他這個做花圈的活動 是每個禮拜一五六 然後有時候是在早上 也是在下午的 對 就是來之前 其實可以上他們的官網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 這一間Bana呢 他就是主打 就是健康的網美食物 牛尾好濃 嗯 我們點的是一般是香蕉口味 一般是那種 玫果泥 它外面很多水果耶 它有 有椰子 有草莓 有鳳梨 記得喔 我就是要拍得快一點 因為它非常快就融化了 吃完甜點來到 Waikiki這一區的 Aromana Beach 不過因為這邊的水面相對比較平穩 所以很多人會在這邊玩sup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sup上做瑜伽 sup上要怎麼做瑜伽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照片上感覺蠻酷的 而且這個一個活動才40美金 所以 滿便宜的 就是我們是有預算參加的啊 所以 就想要來玩玩看 好 然後拍你掉下去 我沒有掉下去啊 你等一下要掉下去喔 我才不會掉下去耶 好吧我們先去耍廢一下 等一下上課 到底Jenny會不會掉下去 就要請拉粉等下集了 後面幾天我們還會去浮淺 還會到有10公尺跳台的海灘玩水 不想錯過用3600玩夏威夷的後半段內容 不要錯過下一集喔 想要搶夏威夷的便宜機票的人 趕快去填影片敘述裡面的連結 因為12000的機票真的不是天天都有 只要避開七八月的旺季 慢慢翻日曆一定會找得到啦 但是數量有限 類似其他比較網站也不會有AirAsia官網的便宜 所以大家趕快去搶便宜的機票吧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Like 然後也要記得訂閱我們開小鈴鐺 如果想要知道我們平常在幹嘛的話 可以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Bye Bye